这里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承载了我整个童年少年时代 这个总共是大概五层的一个楼房 因为以前没有电梯嘛 所以实际上住在下面房还更好一些 上面要爬楼梯 然后我们家住在二楼 刚好是除了地下室以外最低的一个楼层 就在这里 后面那个就是我的房间 这里还有个阳台 以前可以阳台看出来 这外面都是扎机扎吧的地方 现在都搞成停车场了 非常规整 这是我们以前叫做汽车修配厂 以前都是汽车业单位 后面这里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工厂 然后现在都已经拆掉了 搞成了一个停车场吧 据说是整个我们县城里面 最大的一个停车场 后面的风景啊 这个视野比较开阔 旁边以前就是一个种农田的地方 现在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东西 还是个荒地 现在我们县城你看 都是楼房了 以前比较少 很漂亮 这些停车场修的都跟大城市一样了 不比曼谷差感觉 这边还有个玩的地方 这边出去就是 外面就是县医院了 很方便 这里以前是我们家开了一个旅行社 就是个旅馆 楼上有七八个五六个房间吧 楼下楼下有个餐厅 现在这个旅行社还在 我同学来接我了 幼儿园同学 然后后面都是高楼 很漂亮 县城 这里听说是我们县城最有名的炒粉店 现在已经大概早上九点钟了 看一下里面这个排队的情况 这已经排了大概十几个人了 生意非常火爆 店很小很小 但是已经这么晚了 居然还是排成这个样子 我不想排队 我一般都直接吃就好了 没必要说 特别网红这种餐厅就排队 所以我们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吃一下我们分宜的炒粉 最有名最好吃的东西 这个据说是我们分宜最好吃的牛肉粉 这是我们县城 红绿灯还不少 跟大城市一样 右手边就是我们县政府是吧 县政府广场 然后那一栋楼就是县政府 当年好像我们县政府是整个江西最豪华的 最大的 最大的是吧 县政府的广场都没东西 可能是跟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城 你看我们这个县都有钱的 公安局在这边 你看这个路修的多漂亮 两边的书一重是吧 这个路灯也是这种欧式的路灯 搞得非常现代豪华 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我进去真的有人接待我吗 现在可能有 啊 可能有 好吧 这个就是县政府大楼 对 果然很气派呀 这都十几层了吧 有的 多少年前了 这都已经十几年前了吧 十几年前就能盖这么大一栋楼 在县城里面 那也是很奢侈的一个事情呢 我们县政府 搞得像宾馆一样那么多房间 前面就是检查院 你看这边都在建这种高楼 都是公寓吧 是吧 公寓住宅 我们现在县城里面卖多少钱个平方 像这个房子应该在六千 六千 六千左右 六七千一个平方 你看这个湖多漂亮 湖边那些是所谓的别墅吗 也是商品房 商品房 就大概五六层 四五层那种 小高层 小高层 挺漂亮的呀 这里环境多好啊 还一会大宗 那边就是地海关廊 地海关廊 中午在那边吃饭 你看 这县城建的跟我们曼谷差不多了 除了没有超高层建筑 基本上繁华都一样 而且这个马路修的比曼谷还好 电线都看不到 曼谷电线一大堆 漂亮 这里是我们分一线最好的小区 七千五百人民币一个平方 这已经建好了 那个是已经入住了 没有 还没有 今天八月就好 现在都卖的差不多了吗 都卖掉了 都卖掉了 除了中间有两栋小高层 它还没建的 好像我以前 我家老的那个房子 就在那个后面 20堆吧 在那边 在里面那边 这是保健路吧 保健路 你说的那个20堆是苍山路 这有大概20多层了 有 在分一算是超高层建筑了 中间还要建 感觉都是大户型 你看都是那个阳台很宽的 它这个主要针对是改善型住房 还有大户型 所以这户型就比较大 对 这算是顶级住宅了 在分一 这在分一线 医院对面 前面就是医小 然后幼儿园 所以它非常的好地段 这个属于分一的核心地段 老城区 对 然后一中也不远 二中也在旁边 确实它这个建筑风格还是比较现代的 不是说那种 是吧 以前那种设计风格 有点像什么深圳湾一号啊 什么上海 像那种比较高档的那个住宅 对对对 挺漂亮的 都大户型 比较泰国都小户型 这些医院建的也还不错啊 这老的楼嘛 然后那边是新的楼 是吧 新建了一个啊 对 真的跟宾馆一样 挺漂亮的 我们家走路到县医院五分钟 嗯 不要太近了 写对面 我家三分钟吧 啊 好吧 还是你更近 哈哈哈哈 对 保健巷 保健巷 后面有个篮球场 你也进来打篮球 哦 这人清洁了一个篮球场 啊 对 但是现在还没开行用 装了点太阳能登 这里就是我们分营县中心幼园 也是我以前读的幼园 应该当时是分营唯一一家幼园 位置很中心 现在给我拍视频的 就是我的幼园同学 二十多年了 哎不对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然后又回到我们这个幼园 挺漂亮的 还是老样子 房子的话都没有变化 只是翻新了 只是周边啊 故事能背 嗯 那今天很有缘分 跟我们幼园同学 还是在这里相聚一次 还蛮感慨的 幼园在那边 这里走我们幼园后山 以前这上面有个水塔 现在也拆掉了 做成一个凉亭了 这个幼园是两个幼园 哦还真的是 哎呀 以前经常来这个后山上面 逃课啊 来这里坐一坐 走一走 玩一玩 现在又二十多年了 回到这里 还是老样子 这个山 很漂亮 在市中心有这么一个小山 虽然说不大 但是也是以前一个 非常想来的学家去处 这里就是我以前读的小学 分宜一小 里面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外面没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哎 这里就是我们分宜一小 门口进来的地方非常大起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个老的建筑 叫医院 里面我记得还有一个祠堂是吧 你记得吗 有个祠堂 在这里 拆掉了 对对对 我记得一个祠堂 有很多荷花 出鱼牛不懒那种 挺漂亮的 拆掉了可惜了 就剩下最后这种主建筑 哎 我们那个时候有这种建筑吗 好像是在后面进去 里面有一栋 对吧 里面那栋吗 这个是重建的 对 这个是超长 超长 然后建了一个 然后把前面那一栋木制的楼 我们原来都说是木制的楼 对 可惜了 木制楼都有年代感 那边还是个一幅楼 是吧 没有 新建的吗 一个门 一个门而已 一个侧门 啊 小学我们当年是读了五年级 就五年 没有六年级 现在是六年级 那我们基本上就把分离最好的学校都读完了 中心又圆 一小一中 只有这些 没有没有 中学还有二三中 你没读我都读完了 我连前一样都读了 对后面这栋楼 就是我们以前上课的地方 中电教楼 对电教楼 为啥叫电教楼 我们又不是学电子的 这个跑道我记得以前我们运动会的时候 在跑到这边跑步的时候 开运动会的时候 有啊 有用这里啊 只是这个漆肯定重新刷了 但是我记得当年是有这些跑道的 就是我当年在这里 啊 你在这里吗 那那我在哪里 我都 没有啥印象了小学 忘了 太久了 啊 对这个厕所 厕所我记得 以前还安排打扫厕所 轮班的 对吧 已经说好 但是这个房子 好像应该还是以前的建筑吧 不是 不是了吗 房子也新建了 那我必须得去上个厕所 这还有英文的boys 可以屡时俱进 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厕所 你看多方便 小便池 然后大便池 全是VIP隔间 很现代很豪华 很干净 非常不错 来体验一下 这段时间我就不拍了 不方便 然后这个后面 后面好大 又针了这个地 然后把这一块变成的操场 后面一个这么大的操场 所以把前面的操场改成一栋轮 然后后面就变成操场 哇 这个小学搞那么大的操场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待遇 这个操场很大 这个太舒服了 标准标准 嗯 很漂亮 乒乓球桌 哇 后面那个山上好像有些屋地是吧 很多埋在山上了 之后可以看到整个封印的全景 风水宝地 这还能找到我们的照片吗 嗯 好吧 这以前的老房子还能用那么久 30年左右了 对啊 你看外面都没有怎么开裂 你后面都没有重新刷漆 没有 都没有开裂 还是弄磨砂的 排水管道都还能用 这里是我以前读中学的地方 哎不是应该读高中 高中 初一初一的时候 然后中学部搬到 没错没错 初中我们在后面那种楼 后面不是搬到那个二中那边去了吗 读初三就搬过去了 对 在这里读了初一 对初一然后高中高一高二高三 都是在这个中学 对对对 这是我们县里的重点中学 可谓是 第一中学 以前考进来分数还不低的 初中考前一天我就网网上网 结果第二天考试 哎还能考进这个学校 主要是我初二读了三年 一个字 绝 别人读一年我读三年 我肯定考上是吧 这是我们的篮球场 以前高中的时候 经常来这打篮球 初中的时候打不动 太小了 高中的时候经常玩 然后那一栋是 主教学楼吧 嗯 你这个时候叫什么 叫什么楼呢 你记得楼 我又不记得了 这里以前有一个游泳馆 没错 有个游泳池 游泳馆 初中的时候 还是小学的时候经常来这里 一个算是废弃的游泳馆 有一段时间用了 后面就废掉了 对 现在好像建了个什么房子 里面这些床高楼 都是新建的 应该是公寓住宅吧 应该是教室 教室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家属楼 因为后面那个家属楼 已经很久了 家属楼是这里旁边 这里不是吗 不是 这是清华院 清华院 清华院不就是教室住的吗 好像是 这个旁边嘛 一个这个公园嘛 以前在那里走一走 有树啊 小河水啊 挺好的 你看这是我们县城的这个中学 环境非常好 那边是操场嘛 体育场 以前我还做过那个体育代表 体育委员呢 体育很一般 但是读了三年了 初二的人就是不一样 一上去 感觉成绩还可以 要不然也很惨 以前属于学渣 成绩都很一般 但是为了上高中 也是不惜成本 各个地方 村移的学校 我几乎都读遍了 一中二中三中 包括前阳中学 我都读过了 所以我的同学非常非常多 今天给我拍视频 那就是我的同学之一 也是 应该有个 七八年没有见面了 那读过了是2016年 对 现在2024年了 对很久了 这个栋楼是我们以前读 初一的时候 然后中间有个水塘 以前有很多蝌蚪 青蛙可以在这里抓 对门口那个小麦布 这一栋是图书馆 对实验楼 旁边图书馆 对实验楼 以前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来这里 然后门口这里 我记得有颗大枣树 以前喜欢在那边捡枣子吃 还有没有 酸枣 树还在不在 是这个树吗 是吧 不是这个树吗 下面 还有一棵桂花 很香的桂花树 在这 满满的回忆 这里都是高中初中一段时间的美好回忆 学校里面环境也很好 这是图书馆 这个应该是桂花吧 这桂花树吧 早说应该没有了吧 早说应该是刚刚过了呗 没有了 没看到了 桂花树好像都 这个好像不是呗 图书馆以前来借书看 但是小说太少了 图书太少了 都是在外面门口借 这里是公园是吧 已经个蘑菇亭没有了 被拆掉了 是吧 已经个蘑菇亭 在里面可以约会 比较隐蔽 老师看不到 现在这个你看都拆掉了 这老师太聪明了 上有正车下有对车 都是透明的 一眼望去 什么约会都看清楚了 想要是党政建设 都已经交到学校里面去了 心理健康 这个后面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什么云山树 什么银杏树是吧 这个是女生树树楼对吧 这个必须得看一眼 以前是没有机会进去 现在也没有机会进去 看到没有 女生树色楼在这里 那边是食堂 然后后面那里是自然保护区 一个小园子 还有人打球 这下雨天还有人打球 真的是够努力 跟我以前一样的 以前我也是很喜欢打篮球 你看这个走廊多有意思 这个风雨廊桥 下雨的时候也是漏雨的 所以叫风雨廊桥 然后这个地面上全是花 非常有意境啊 是不是有味道 有点像拍蓝牙榜的感觉 这个地方必须得照一张 我要照一张照片 这里是一个里面新修的篮球场 地面都湿的 应该都打滑了 都还有人打篮球 这真的是非常热爱篮球 给我们以前读书时代有的一瓶 风雨无阻啊 必须得打 必须得玩 这里是一个叫什么来着 看一下那个字 生化园吗 太恐怖了 不是生物园 对对对我记得了 这都是几十年的老铁门 这个锁估计开不动了 然后里面都是杂草重生 什么都没有 以前是生物园 以前中了那个银杏的 那个银杏叶做标本 对我记得 以前还有几棚花 对有几棚花 有银杏树是吧 还搞的蛮好看的 哎现在都废弃了 这个篮球场好 这个都是做了那个还养地平的 出城了 挺好的 以前都是下课10分钟 15分钟是吧 立即再打个冰箱球 下课唯一的比较好的娱乐 冰箱球 这一栋楼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楼 但是我家离学校很近 所以说基本上不用住宿舍 就没有体验过 估计人也挺多人 现在都装了空调了 以前不敢想象 然后这一栋楼是食堂 这个食堂挺大的 但是我们平常也吃的比较少 在食堂里面 一般都中午放学回家 看什么 NBA比赛 对 这里有个电视 对我记得 有个电视 NBA比赛的时候 没错 没错 对 这个就是刚刚看到女生宿舍楼 你看都没有封起来 下面是一个打撞球 一个撞球场 这边就直接出去外面了 后面是教师宿舍楼 现在学生刚吃完饭出来 太羡慕他们了 年轻 年轻就是好 还有无限可能 我们都已经基本上定型了 我们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心里还是 生理上已经跟不上了 现在是国内教育改革是吧 这个中考就已经开始分流了 它是以前是50%对50% 现在好像是70%对30% 70%都不同高中 30%是考这种 就是绩效 就刷掉30%去读绩效了 这样子 因为现在它都是这种技术性人才比较少的 啊 对 都去读什么文科啊 学什么贸易啊 学会计啊 哪有 要么多人 公务员系统现在也过剩了 也不要那么多人了 工厂倒是缺人 这个声音应该是准备要上课了 开始通知了 还是很有能性化的亲音乐 以前哇 低 吓死个人 嗯 烦死了 现在这个音乐已经有调整了 很漂亮 现在这个4月 小雨纷飞 校服已经改版了 以前我们是绿色的 现在都改成 是绿色了吧 不是绿色的吧 初中的时候是绿色 高中的时候是改成这个蓝色了 这是我们的中学 以前我们上课的地方 这个书本啊 还是那么厚 一点都没变 这初中中学就已经要读这么多书了 太辛苦了 以前我在最后一排做过 第一排做过 中间也做过 每个地方都做过 现在学生多好 但是这个学业还是很重啊 你看下面都是 不得了 传世俗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还是泰国的教育 放松 这应该是中午准备午休之后了 龙虎榜 以前我是没有机会上什么龙虎榜的 不堪被玫瑰刺动人不配拥有它的美 真的是 好现代 这是现代的黑板 以前都是用那个粉笔擦的 还有风条 太好了 太幸福了 后面黑板 以前经常写一些课外的东西在后面 文艺代表写的 你看这个教室没人 你看后面有这个什么防溺水 六不准 挺好 现在学生还不多 初中可能还没有太多的课 OK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